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是家家的新厨房 你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 教大家怎么做菜的绘本吧 对不对 看起来是啊 而且他说一本让人食指大动的绘本 就是食指大动 就是让你胃口大开 对不对 感觉很想吃 他说让人食指大动的绘本 蕴含着家与社区永续绵延的情谊 哇光看这个介绍就觉得好浪漫 对不对 那你们看 他这个讲厨房 讲新厨房 应该就是要讲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啊 确实是这里有一个小孩 他这个插图 想不想你看他跟荒岛实验家的插图 很像 有没有我们的忠实粉丝 看一下就会觉得说 这个画风很眼熟 对不对 没错 这一位画家就是 插画家就跟荒岛实验家是同一个插画家 你看他画的这个小女孩 都有一点那个西瓜皮的感觉 那他的家啊 前面怎么堆了一大堆的锅碗瓢盆啊 有什么蒸锅 对不对 筷子 碗 这个是那个吧 就什么 铸铁锅 是不是 茶壶 以前我们家里头都会有这种茶壶 现在就比较少一点 现在烧水都有饮水机了 就很少有这个茶壶了 好平底锅 这个漏斗 好 这些通豆 在 哎 胡椒罐子 还有这什么啊 椅子吧 这么多的东西 可是啊 这堆子跟大楼一样高 旁边呢 还有一个在咖啡杯里面的这个施工中的大楼呢 一看就是我们台湾施工中的大楼就这样会包这种 蓝的或绿的的这个防护的布 对不对 还有掉壁车 但掉起来都不是工程的器具 也不是什么钢筋水 你是一个咖啡杯 好 这上面呢 还写了安全地 这不都是在施工的地方吗 到底怎么回事呢 家家的新厨房 作者是陈宜璇 宜璇阿姨就有蛋去吃那个 那个古拉爵的那个番茄汤 你还记得吗 对不对 好 宜璇阿姨 那绘图的是 Rabbit44 这个名字怎么回事 有机会我们来问问他 为什么取这么特别的名字 好 你看在这个蝴蝶叶的地方 就是一打开 我们的封面一打开 还连着内叶 但是没有到真正的内叶的这里 这个叫做蝴蝶叶 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会飞 它这边你看它就是 仔细看的话 就是很像我们平常住的地方 一般的社区 但是算比较老的 因为它不是很高很高的楼房 现在有很多电梯大楼 一次就是20层30层到 那不是这种 它是我们平常住的滑下 或者是公寓的感觉 但是也是整整齐齐的 漂漂亮亮的 对不对 你看蝴蝶叶就是这样 有很多不同的住家 分离式冷气 我们家的分离式冷气都是 我们家这里的小鸟最喜欢站在这里聊天的地方 我每天在家里工作 他们就找旁边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超死了 有一个地方 有一扇窗 留了一扇灯 但是里面的不是我们要等的夜归的人 里面的这是一只猫咪 这怎么回事 喵 不是鸟是猫 你看它 你看 它没有很像鸟啊 它没有尖尖的嘴巴 它是猫咪 它怎么站在这里啊 一二三四五 它站在五楼 哇 他们家住五楼这么高 现在如果你要在高楼层养猫的话 它规定也要装防护网 不能随便 以前都随便 我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家以前养了好几只猫 我们也没装过防护网 但现在都有规定了 你去领养猫或者是什么的 如果你家里的环境没有够安全的话 你家还不给你养呢 好 我们来开始说故事吧 你们看家家的新厨房里 这里有一个厨房 这里有一间厨房 这个厨房啊 它的这个洗手台是瓷砖 对不对 白色的瓷砖 堆水泥砌成的 然后再贴白瓷砖的洗手台 以前我外婆家的厨房 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材质 哇 你看这个人家里啊 这是家家的家 这家家的家 听起来像绕口里 家家的家 东西好多好多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买 餐柜 橱柜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放啊 你看他这里放的 葡萄酒 洋酒 还有茶 对不对 阿公阿嬷 爸爸都要喝茶 我们家的也是 这边有咖啡 各种不同的咖啡杯 哇 这也是收集起来 就停不下来 刚搅玻璃杯这是喝洋酒用的嘛 咖啡是喝咖啡 咖啡粉就在这里了 你看各种不同的咖啡粉 不同的茶叶 茶包 泡茶的器具 光这个就已经装满橱柜了 其实还有很多 你看看你们家的柜子 是不是装了很多都没得 还有很多吃的啊 纪念品这里还有奖杯啊 哇 你看照片 照片也是满墙壁都是的时钟 阅历 这都是很像 你们的家对不对 还有这个电风扇 我们也有很多长得这样 我们家里就有一把 一模样的电风扇 这个时候有人端了一个铸铁锅走进来 看来是要开饭咯 这是客厅 客厅看起来啊 也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他这边贴了这个 用气球贴了 Happy Birthday 谁生日啊 晚上七点钟吧 这边是晚上七点 这边看起来不到七还是八 反正不七点就八点 晚餐时间呢 后面还有山水化呢 养了鲸鱼 这个鲸鱼如果地震的话不得了了 还有那一只小猫咪 这边有泡茶的工具 好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他说啊 爸爸妈妈 外婆还有我 我们住在幸福街八号五楼 我相信真的会有幸福街这个地方 幸福街八号五楼 那就是公寓的顶楼了 就最高的 这是妈妈从出生就在这里生活的房子 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哦 对了 我是家家 在我们家啊 只要遇到特别的日子 比如说生日 对不对 都写Happy Birthday 特别的日子 餐桌上一定会有丰盛的料理 我还记得四年前爸爸生日那天 我和妈妈一整天都为了晚餐快乐的忙碌着呢 四年前呢 这不是最近发生的事 他在回顾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好你们看上菜咯 他们家的晚餐有什么呢 这是他和妈妈 家家跟妈妈一整天的成果哦 他们一早就要出去买食材 要去传统市场 对不对 很早都去了 如果你快中午 比如你十一点才去的话 都是人家挑胜的菜了 所以你们家的阿公阿嬷 一定都是喜欢一大早 去传统市场对不对 像我们每次回台中 奶奶家煮 我都觉得六点七点 我就听到奶奶起来 然后开门出去的声音 她应该就是去 对啊 你们都在睡觉 我就听到奶奶开门出去了 就是要去买菜 因为他们都觉得 传统市场的菜 比较好 比较新鲜 还可以自己挑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也是一大早就先去买食材 还要处理食材啊 回来要洗要切要分类 要把它不好的那个弄掉 好的留下来 然后有一些要先腌的 有一些要先什么的啊 就不同的处理方式 要弄很久的 这些呢 都是她跟妈妈亲手准备的 妈妈说 亲手做料理 最能够传递满满的爱 其实我还只是个小帮手 但是在餐桌上的面包和烤布雷 因为练习过很多次 所以今天大大的成功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餐桌上有什么 有主餐 他们今天要吃的是 欧式料理 对不对 欧陆料理 首先他们有红酒炖牛肉 吃小妹喜欢的 可是小妹不喜欢菇类 所以不能加蘑菇 月桂叶有了 马铃薯 牛肉 这是大迷迭香之类的吧 红萝卜 还要再加很多捏烂了的番茄 或是直接拿那个番茄泥的罐头 来炖 红酒炖牛肉 还要加红酒 还有这个是淡菜锅 淡菜锅就是一种海鲜嘛 硬壳海鲜 很多人过敏不能吃啊 淡菜锅 好 这边还加了 柠檬 可以挤一点柠檬汁 把它去腥味啊 这里有有很高级的料理 也靠田螺 这个这个 他们竟然会自己处理好厉害 还有洋葱汤 这也是功夫菜吧 烤布雷 自己烤的布丁 还有你看这里 如果是自己做的面包 那真的很厉害 不晓得加红是 这些面包真的是 他说练习过很多次的意思 是他自己做的面包呢 还是他只负责切 这个就不知道 只负责切的话 比较合理啊 那么小子小孩子 都会做面包 也太厉害了 好 他们家的晚餐 好厉害啊 好啦 吃完晚餐之后啊 就心满意足了 那就肚子饱饱了 眼皮就重重的了 到了九点啊 他就睡觉了 哎呦 那我赶快讲故事了 还剩十分钟 佳佳就要睡觉了 那一天深夜啊 佳佳却被地震摇醒 你们看这个地震 哎呦 摇来摇去的 你们在4月3号地震的时候 是不是也被吓得个半死啊 摇得好厉害啊 吓都吓死了 地震真的吓都吓死了 他这次遇到的地震 也非常的严重 你看 如果书什么都会掉下来 灯也倒了 连这个柜子都倒了 那真的吓都吓死了 床上不要挂这种灯 真的 你看 遇到地震什么的时候 他那样摇你就 心里就会很发毛了嘛 觉得很恐怖 你看 连他的娃娃都吓坏了 你这不是娃娃吗 你怎么也会吓坏呢 东西梳通通掉下来了 这相框什么也掉了 灰尘袋也都刷下来了 那天深夜他就这样 家家被地震摇醒了 一开始他还睡得朦朦胧胧的 以为是爸爸妈妈在摇他 要叫他起床 我这不是还睡下去 你就叫我起床了 结果不是 看到那个灯在摇 就知道了 天哪是地震 爸爸妈妈就赶快 把他带到客厅了 爸爸还把大门打开 因为人家说怕 门变形出不去嘛 有这样的说法 也有人说 你就别急着跑去开门了 反而危险 就赶快先到安全的地方 站着就好了 哎呦 这个时候厨房和餐厅 发出巨响 跟我们家一样 厨房餐厅发出巨响 吓死人了 哇 这个碗盘通通都叠下来了 砸得到处都是 消防队也来了 消防队来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事了呢 原来啊 是 你看他们也逃难 这是妈妈和外婆 就妈妈带着外婆 赶快逃下去 他们家的五层楼高 光下去 走楼梯 大概也就吓死了 饮料什么也都打翻了 我们家也是 我那个书桌上咖啡 整杯700cc 整杯打翻了 不要让张医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张医师说 我一天只能 喝300cc的咖啡 没关系 你不说就不会是 对 我们 你不说 我不说 各位小朋友 你们也不要跟张医师讲 张医师是我的中医 不要跟他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和各位 在阴光幕前的 40位小朋友 以及小妹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对 我那天700cc的咖啡 全部通通撒在我的笔垫上 好惨 那他们家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 住在一楼的沈阿姨 她正在煮开水 就碰到地震 那地震 她就 就下 下的就先逃出去了 因为一楼很危险 她很怕 楼塌了的话 一楼变地下室了 人都压扁扁了 所以一楼的人 也方便 开了门就逃出去了 所以她就 逃出去了 就忘了关火 那这个炉子上的 锅子 这个水壶 就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烧干了 就失火了 哎呦 好危险哦 整栋楼 差点就陷入火海了 好可怕 消防车 消防员都来了 阿公睡觉 睡到一半 也都吓醒了 太可怕了 好险没事 最后都没事啊 也没真的 酿成火灾 也没有人受伤 顶多就是心里 受了点伤 惊吓过度 还好那次没有造成灾情 她还记得妈妈跟她说 哎呀 佳佳啊 我们一起煮饭 好不好啊 一起煮饭呢 就忘了地震带来的担忧了 不过他们家地震呢 厨房真的会很惨 因为你看 排的满满的都是东西 不是在台面上都是东西 冰箱上面都已经堆满了 冰箱上面还在架了一个架子 架子上面还放锅子 这个地震是一定会甩下来的哦 地上也都放满了东西哦 真的是太多东西了 但他们家啊 很喜欢做料理耶 到处都放了很多跟料理有关的东西啊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 擅长的不同的料理的主题 他们觉得能够一起 聚在一起吃饭 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开心归开心啊 但是因为他们家住在五楼嘛 小朋友记得吗 他们不是还有一个阿嬷吗 阿嬷每一次啊 要去煮饭的时候就要去菜市场啊 而且他一次啊 不会一直煮一两道菜的 一定都是满汉全席 山珍海味啊 东西都很多很多很多 自己一个人都拿不动了 推着菜篮子也拿不动了 还要叫家家去帮忙 你看家家手上也捧着 一大篮的菜 那么多的东西 又要爬五层楼啊 阿嬷真的好辛苦哦 爬都爬不上去了 有的时候爬上去以后 还不能马上煮饭 因为太累了啊 逛市场景很累了 爬五层楼更累了 而且有的阿嬷妈膝盖不好嘛 腿力不好 多难受啊 到休息一下 才可以再站起来煮饭 在他们家 一个月会办一次家族聚餐哦 那就是超级大事了啊 亲戚朋友们啊 都会回他们家 吃外婆煮的 超赞的料理哦 真的是很棒 你看吃鱼 这不知道是哪一种鱼 看起来有点像五锅鱼啊 那这个嘞 这个是豆皮 豆皮结 对不对 东坡肉 好棒哦 要煮饭了 先洗米 把所有的菜也洗干净 这边在炒什么排骨呢 待会会公布哦 还有他跟我们家 用一模一样电锅 妹妹你看 大同电锅 大同电锅 哇上菜了 他们家的东西啊 好好吃哦 这个跟我们去 馆子里吃的一模样 他们还有这个 他们有这种 餐厅里吃鱼才会有的这种 加热盘 下面还点酒精灯的那种 哇太厉害了 这个都是我们去吃 什么上海菜 家乡菜 江浙菜 我们家很爱吃江浙菜 我很爱吃江浙菜 好你看 这个雪里红 雪菜百叶 我非常爱吃 这里每一道 我都很喜欢吃 雪菜百叶 还有东坡肉 不过通常我们点了东坡肉 东坡肉就是 有点像蹄膀的感觉 但它是一块一块的 不像蹄膀 猪脚还是骨头的 不是 东坡肉 通常我们点了这个 就不会再点无锡排骨了 因为他们也是猪肉 所以你看 这两道 我们家都会选一道 通常我们都是吃东坡肉 我们喜欢吃肥猪肉 一定要有白饭 因为东坡肉的汁才能够混在白饭上 汁才好吃 或者是鱼的汤 我们也喜欢淋在那个饭上吃 好好吃哦 原来是石斑鱼啊 蚝油石斑 那它是贵的 我们家都吃无锅鱼比较便宜 反正红烧都吃不出来啊 一样好吃 还有这个 小妹你最近喜欢吃的 对妈妈来讲是 好喜欢的一道汤品叫做 腌肚鲜 就它白白的 然后里面只有那个豆皮结 然后一点点青花火腿 一点青苍菜就这样 没什么了 蒜苗 一点蒜苗 你喝过 你喝过啦 你很喜欢喝严肚鲜 吃完大餐之后就是吃蛋糕 庆生了 我最喜欢这些了 以前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哦 去爷爷奶奶家 去外公外婆家 我们就是先一起 尝那个奶奶跟 呃 阿姨 姑姑 她们亲手烹调的大餐 吃完了以后呢 就就洗洗碗哦 比较大的孩子要派对去洗碗哦 然后就吃这个水果奶油蛋糕 我就好喜欢吃这个 以前没有草莓 以前就顶多是腌制的樱桃 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水蜜桃 以前就是讲 那现在呢材料就多了 而且他们自己做的 真材实料 他们自己做的鲜奶油蛋糕 哎 就可以加新鲜樱桃 这个是罐头水蜜桃 还有新鲜的草莓 我们现在大概差不多到了 吃不到草莓的季节了 天气热了哦 现在如果大家看到草莓 赶快吃吧 不然就是今年冬天见了哦 哇 看起来好好吃哦 连熟工 这个是他们熟工 阿公都称赞他说 家家啊 你很有天分啊 要一直努力哦 他可以当一个烘焙师傅 对不对 做蛋糕的哦 没有想到啊 那个四年前 确实他们最后一次 在那一个家里 幸福街八号五楼 最后一次聚餐呢 因为啊 后来他们家就改建了 你看在这个蛋糕上面改建了 如之在蛋糕上面改建 很简单 把草莓换成那个奇异果 对不对 就很简单 但不是 他这是形容啊 就是屁育的感觉 但事实上是真的 你看要做施工了 因为他们的家太老旧了啊 是老公寓了 经过那次地震啊 可能很多墙壁都裂了 我们家墙壁也裂了 我们家墙壁也有点裂了啊 对就是 那个是墙壁裂了还是油漆 其实是油漆跟比较浅层的一点 那个水泥的涂层裂裂了啊 好吧 他说啊 他们家最近啊 跟邻居们啊 都在忙什么 你看除了 叔公阿嬷啊 还有一些陌生人 这是他妈妈嘛 这是别人啊 这是他爸爸 这个也是别人 这些都是邻居 他说啊 地震之后啊 再加上几位逐渐年迈 年迈就是年纪大了 年迈的住户 大家呢 就觉得 一来是老人家 真爬不动楼梯了 而且如果说是生病的呢 坐轮椅呢 那就几乎没有人来 好几个人来帮忙 你几乎就 别想出门了 你就永远困在 你家里头了 就只能客厅房间 客厅房间 因为怎么走楼梯嘛 没有办法走啊 你还要 撞钉来把你背下去啊 这也是不太可能 阿嬷也越来越少煮饭了 因为怕不动楼梯了 那这些年轻人呢 年轻人都还怕得动啊 可是你看比如说 他这个小姐 他有宝宝嘛 他有推娃娃车 哎呦 没有电梯 这真的很惨 那娃娃车怎么样扛上去 你一手要抱娃娃 一手扛 婴儿车 那勉强还可以 你一手抱娃娃 一手扛婴儿车 一个肩膀背妈妈包 另外一个肩膀上背 买的菜 然后还有你自己的 有的没的东西 真的太痛苦了 我以前带孩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 小妹爸爸不在 我自己一个人 有时候太重或者什么的 都我终于搬过去了以后 搬上去了之后 我都忍不住哭起来了 小孩不知道在哭 因为我就觉得好辛苦哦 受不了好辛苦哦 好大家都来 那年轻人来 除了娃娃车 这个年轻人呢 他也是很担心 他说我们这样的公寓啊 太老了 你没有逃生的通道嘛 那个店 你就那个楼梯 楼梯如果断了 或被堵住了 大家就别想逃了 通通都被困在 这个公寓里面了哦 好再来就是 因为旧的公寓的格局 或旧房子的格局 以前比较不重视厨房 现代人享受生活嘛 喜欢烹调啊 什么的 就会开放式厨房啊 会比较大一点啊 像我们家的厨房 装冷气的 装电视 因为我以前也是常常 现在是因为在做 说故事 所以我比较多时间 在剪接故事了 我每天都 一天十几个小时 待在工作室里 要不然我以前是 十几个小时 在厨房里 我可以看看电视啊 一直吃东西啊 算好时间 小孩快回来 以前两个小时 我就开始洗菜啊 弄饭什么的 然后一边听连续剧啊 就是很快乐啦 以前 现在怎么回事 日子过成这样啊 好 反正他就说 你那个厨房 小得不得了 我们家那么爱烹饪啊 根本就不够用 希望能够啊 把格局也改一改 所以大家就来 他们家开会 开会的时候呢 爸爸就做了这个 爸爸拿手的 牛肉面子 爸爸一定很会 乳炖 牛肉啊 那牛肉糖一定很好吃啊 你看每个人都吃得 一头大汗啊 身体都舒畅了 血液都畅通了啊 大家就在谈 到底要不要 这个 来都市更新呢 我们要不要改建呢 还是找拉皮就好了 拉皮就是把外面的 那个墙壁瓷砖换一换 让外观看起来漂亮就好了 还是里面要不要改建呢 我们要不要有电梯 我们要不要 通通都想一想 大家都在想 那原本呢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可能还会吵架呢 但是因为吃了牛肉面了 就不吵了 大家的心情就很好了 但顾虑的事情还是有的啦 比如说人会觉得说 哎呦 那这样子 你改建房子 就算政府会补助 我们自己也是要拿出一些钱来的 那平白 我原本不用出钱了 我每个月要什么钱 花在教育啊 花在加油啊 花在那个吃喝啊 呃 等等之类的钱啊 我都已经算好了 呃 存了一点小钱 像我要把我存的钱 或是我平常要用的钱 把它挤出来 拿来付这个改建的钱吗 要这样子吗 可是呢 改建好了之后 我们就住新房子 我现在是住五六十年的旧公寓 改建好了 住新房子 感觉也是很棒啊 就好挣扎 那还有人说 哎 现在有所谓的公设笔嘛 以前的公寓没有 你就家里40坪 就是40坪 现在你家里40坪 可能只有28坪 因为剩下的12坪 可能是公共设施 有楼梯间啊 逃生的地方啊 逃生楼梯间嘛 梯间还有电梯 还有外面的院子 中庭 或者是有一些公共设施 小图书馆啊 游泳池啊 什么都可能啊 那么这个公寓比就变高了 我的房子就变小了 大家都会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啊 可是啊 安全 才重要啊 安全是最主要的 现在最主要的部分是 安全问题嘛 所以 考虑了半年之后 大家就决定 好吧 那我们就来重建吧 重建啊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是一个大工程啊 大家在这边住了一辈子了 阿公阿嬤住更久了 五六十年了 哇 要搬家 要拿这么多的东西 把它搬出来 还要找一个地方放 然后这段时间 我们要先租一个附近的房子 住 等你的新房子盖好 也要个两年吧 两年算快了啊 那这段时间 不但我要出钱 盖新的房子 我要找一个地方 可以收我们这一些 锅碗瓢盆 我们的宝贝 另外我还要付新 呃 赞助的地方的房租 这些都是钱 除此之外 我还要跟老邻居 暂时的分开 你看阿嬷跟淑公就说 拜拜啦 后会有期 两年之后见吧啊 好 大家就 咬牙 决定了 就先离开吧 把这些东西 统统都搬出去了 虽然说呢 有一点担心 不过啊 也充满了期待呢 哇 终于 改建完成了 现在他家啊 不是幸福街 八号五楼了 他变成幸福街 八号八楼了 他们家现在 哦 所以他们应该改建完 不只是五层楼了 他们变成八层楼了 他们还可以 把原本 多出来三层楼卖掉 卖了那个钱 就可以拿来平均 他们之前出的这一些 改装的钱 对不对 啊 好聪明哦 他们不但有电梯了 还两部电梯哦 大家用哦 很棒 以后买菜啊 这个时候奶奶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以前奶奶还可以爬楼梯呢 阿嬷阿嬷 好 可以爬楼梯呢 现在啊 还要用拐杖才能够方便行走了 好险改建了 有电梯了哦 好 他们的新厨房也正式启用了 真的就变成我们说的那种 好像外国人用的开放式厨房了 对不对 你看大大的 有一个中导啊 里面洗手台 还有电磁炉啊 不瓦斯炉了 瓦斯炉 比招热嘛 还要牵瓦斯管线 电磁炉用电就好了 也不会那么的热 洗手台也变成这种新的了 一体成型的家具了 还做了这个大烤箱和洗碗机呢 哦 洗碗机 好棒哦 主妇之宝 洗碗机 扫地机 和烘衣机 主妇三宝 哇 大家呢 在开放式厨房 很宽敞的客厅 和全家都可以坐在一起 而且还可以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厨房里面 一起聚餐了 他们不但吃火锅 还吃烤鸡呢 今天他们又是吃美式料理嘛 哦 好棒哦 他说啊 我是家家 我们一家人会继续 我们一家人会继续在厨房 开心的料理的故事讲完了 真的是太棒了 恭喜他们 有了新家 可以住在新房子里面的感觉一定很好 而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做设计的 他们的需要就是 可能客厅和房间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厨房 对不对 厨房和餐桌就是他们全家最有向心力会聚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家的新厨房是由小木马 这边小木马出版社所出版的最新的很好看的一个绘本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小妹跟大家说 拜拜 拜拜 我们下礼拜五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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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